这种植物大部分地区称它为姑娘 第三是姑娘 又叫灯笼果 作为黄河以南的人 吃这种野生的灯笼果的经历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野生的本地的灯笼果 成熟了味道也不咋地 小时候大人说这个果实有毒 而且经常生长在那种比较脏的地方 比如说那种脏水沟 或者旱侧的旁边 就一直没敢尝过 后来才知道本地的灯笼果成熟以后 大部分也是可食用的 只是味道不咋地 我在江边发现几颗 你们看这产量 正是儿孙满堂 这个灯笼果的外面 是花的鳄片素存下来的 然后就巧妙的把果实包裹起来 前一颗酸姜属的都有这个特点 这一颗应该是本土的小酸姜 我尝一口看看 小时候一直不敢的 都没太熟 找了个稍微黄一点的 味道正是酸中带酷 不过熟透了要好一点 北方尤其是东北那种批凉种植的 大一些的称为羊姑娘 成熟后味道非常甜 那个种是原产南美的 姑娘这个名字的来历 一直是个迷惑的事情 有说是形容灯笼果 像一个小瓜 外面包裹一个囊 瓜囊 后来叫着叫着就成了一个阴 姑娘 吃姑娘要等熟透了吃 尤其是野生的 而且孕妇尽量不要吃 评论区会告诉大家 东北那边还有那种红色鳄片的灯笼果 叫红灯笼 味道也不错 姑娘果嫩的时候 还有一种玩法 就是掏空里面的籽和姜 放在嘴里面吹 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你玩过姑娘吗 吃过姑娘果吗 评论区你说说吧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植物人文 评论区